绝望完盲风波后 王一波再次登上热搜 这一次王一波靠着未婚生子的传闻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自从踏入三月份以来 娱乐圈的大瓜似乎从来就没有断过 而且每次都是大瓜 先是八五小花假结婚为金主生孩子 后是Z级的演员为了资源 陪睡已婚父辈老戏骨 不过这个月的今天大瓜似乎都没有指名道姓 需要网友们自己去对号主做哈 然而好不容易网友们找出了最符合的明信 然后这个瓜便没有下文了 让大家叫哭不叠 好在这个时候终于有人抛出了对象明确的大瓜 这给了网友们不少安慰 今日一名IP地址显示地围上海的女子爆料 自己和王一波发生了关系 随后怀孕后 但是却惨遭王一波抛弃 不仅如此 该女子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简介处 直接喊话王一波 希望王一波能够负起责任 或许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 该女子除了关注王一波本尊的社交账号之外 还关注了不少的官方平台账号 而在之前 余记张小涵曾爆料 娱乐圈谋顶流男星 和上海女粉丝发生关系后 致使女方怀孕 为了不负责任 男方多次威胁女方 最后女方无奈 只能心事宁人 于是乎 吃话群众开始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王一波的高大形象在一瞬间土崩瓦解 成为了人人唾弃的渣男 而就在这时 王一波所在公司 立刻发出声明澄清了这件事情 怒斥造谣者恶意诋毁王一波名誉的行为 不仅如此 王一波公司还将这件事情移交到公安机关 希望造谣者能够为自己的造谣行为付出代价 也正是因为王一波公司毫不拖泥带水的解决方式 让谣言戛然而至 王一波也因此收获了不少好评 而在王一波未婚生子登上热搜之前 范澄澄也曾陷入未婚生子风波 小段时间啊 网上意外出现了一段聊天记录的截图 透露了一六圈的惊天大瓜 贾琳竟然未婚生子 孩子的父亲是流量小生范澄澄 这些年 贾琳不断发泡 就是因为生孩子发福的缘故 或许是为了证明这则消息的真实性 爆料者还表示 这件事情是北京电视台台台长透露的 于是 两人这段相差了18岁的姐弟恋 迅速登上热搜 对于范澄澄和贾琳这一绯闻 上到了多次的收获群众保持了理智 甚至有网友表示 贾琳半夜估计都要被笑醒了 毕竟贾琳混进了半辈子娱乐圈 终于能够和帅哥传花文了 要知道 贾琳在当初 王牌对王牌节目中 那么努力表达对应程序的喜欢 最后都没能传出绯闻 随后 范澄澄也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并配文 把嘴闭上 疑似正面回应了网上的传言 但是范澄澄的回应 并没有让谣言止住 反而让谣言愈演愈烈 不断发酵 而范澄澄也因此被群嘲 都是未婚生子传言 王一博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 依法打击网络造谣 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以尽效用 而范澄澄却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不通不痒地说了一句 把嘴闭上 疑似对这件事情做出了澄清 对于造谣者 范澄澄选择了正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都是未婚生子的传言 两人为何会做出如此不同的选择呢 正常来说 范澄澄应该比王一博更加痛恨谣言才对啊 毕竟范澄澄确实苦谣言久矣 在范澄澄小时候 并一直承受着的是姐姐私生子的谣言 一直活在姐姐阴影之下 好不容易这件事情都清楚了 现在范澄澄又被造谣自己有了私生子 就这样 范澄澄过去的23年里 似乎都被私生子三个字笼罩 因此按常理来说 范澄澄在被污蔑私生子的时候 应该比王一博反应更加激烈 然而范澄澄却选择了轻拿轻放 其实这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 当年范澄澄作为范九义的弟弟 一出道便借着姐姐的名气 而范九义就是内娱炒作的鼻祖 要知道 曾经的范九义 不过是电视剧里的一个小丫鬟 然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范九义便摇身一变 变成了娱乐圈的顶流 让人一打开网 总能看到她的身影 而那些年 范九义身上的标签也是数不胜数 什么罢评专家 烂片鼻祖 红毯摔倒 总而言之 范九义做到了 哪里有话题 哪里就有范九义 只是后来范九义因为偷说漏水被查 才毁到了在娱乐圈的前程 而如今范澄澄 已经完全继承了姐姐成名之路上的炒作绝招 在娱乐圈里不断炒作 而且范澄澄的炒作甚至比姐姐更加高明 可谓是清楚于蓝而胜于蓝 曾经范澄澄便凭借着和刘敏涛的姐弟恋CP 博得了不少的眼球 尤其是两人一起合唱红玫瑰的时候 穿着淡粉色微领长卷的刘敏涛 和一身西装的范澄澄 一起深情对唱 两人喊情默默 竟没有半点违和 而深情对唱结束后 刘敏涛靠在范澄澄肩膀上的动作 更伤不少网友惊呼 哇 两人实在是太配了 随后两人一起挂上热搜 范澄澄因此获得了一波不小的关注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姐弟恋CP 让范澄澄尝尝到了甜头 于是之后 范澄澄便在姐弟恋CP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 这就有了范澄澄和贾玲 在综艺节目中的各种 没有距离感的小细节 比如在节目中 会肉贴肉碰在一起 或在玩游戏的时候 偷偷牵手 而当范澄澄玩游戏累了的时候 会庞肉无人的 靠在贾玲的肩膀上休息 而当贾玲赢了游戏之后 也会激动的转身扑进范澄澄的怀抱 更致命的是 两人还动不动 就在节目中 给大家上演一出深情对望 虽然说在节目中 两人都表示 他们是彼此很好的一型朋友 但是很显然 两人的互动 已经超越了一型朋友的边界 再加上 那鱼原本就是一个 充满了是是非非的地方 即便是娱乐圈明星 和自己的母亲吃个饭 都可能被鱼记写出花边新闻 然而 范澄澄和贾玲在节目中 却表现出各种超越 异性朋友的动作 要说范澄澄是 娱乐圈里的傻白甜 不懂娱乐圈里的是是非非 不懂鱼记们捕风捉影 性格大大咧咧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想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那么范澄澄这么做的原因 便只剩一种可能 那就是范澄澄有意为之 想借此炒作维持自己的热度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范澄澄 在和贾玲传出未婚生子后 态度为何如此模棱两可了 而在范澄澄模棱两可的态度下 时至今日 范澄澄和贾玲非文 依旧热度不减 大家都在各种身疤 两个人曾经的亲密行为 两人非文热度不减 反增 就这样 在娱乐圈 没有丝毫作品的范澄澄 仅仅依靠着扑朔迷裂的恋情 范澄澄便能获得 源源不断的流量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这也就能说明 为什么范澄澄 在和贾玲传出未婚生子传闻后 做出42非回应时 会遭到网友漫漫的原因 反观同样陷入未婚生子传闻的 王一波 则是在第一时间澄清 并发出律师函 让这件事情不再发酵 因此 王一波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可以说 绝望文盲风波后 王一波靠着未婚生子 打了一场漂亮的范澄澄 同样的是未婚生子 范澄澄和王一波的态度 却截然不同 范澄澄接起炒作 让事情不断发酵 而王一波则快到转了麻 让造谣者付出代价 这是为什么范澄澄被群抄 王一波却收获了无数好评的原因 所以 作为娱乐圈的明星 请一定要牢记自己 作为公众人物 身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规范好自己言行 少一些炒作 尽早拿出优秀的作品 成为娱乐圈里真正的实力派 同时也希望王一波 能够继续守住内心 砥砺千辛 希望两个人未来 越来越好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